那如这房市有多滚烫 我们看到画面就可以知道 这是预售屋的接待中心现场 看起来就像是菜市场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抢着买房 如果晚一步很担心 这房子就被抢光 我们来看到第一线的代销 他们透露其实全台现在购屋奇观 有哪一些呢 这张图表资料来告诉您 这个相关的代销透露 不仅刚刚看到这接待中心 人满为患之外 他们本来有成立所谓LINE群组 告诉大家一些买房的消息 也改名成一日玩销不要再问了 还有一些推案 其实根本就还没打广告 甚至就已经出现卖光的情况 甚至有个案只放一户 而且是一周释出一户而已 每周在调涨这房价价格 但是还是有市场 有人问有人买 甚至这样的一个预售屋热潮 也延伸到了中古屋市场 中古屋的房仲就透露 现在有屋主一小时内 可能会调涨百万来出售 如果它的地段好 或是它的询问度高 它就有这样的本钱 另外在高雄 某房市建商还特别提到 现在卖房的速度 它这样形容说比高铁还快 不过这是这位建商的形容 如果我们从这房市从业人员 他们的薪资所得来看的话 也许可以略知一二 这是证交所公布说 某一间建设公司 他们的员工年薪高达多少 552万呢 这比台积电科技大查 平均270多万来讲 还要高出许多 所以说这活内的房市奇观 主要就在于说 这去年的新清安 点火让这样的一个房价 持续攀升 你看到其实如果我们 从今年的新清安 贷款现况来看的话 左边这张表格 明显可以看到 到现在依旧相当火烫 因为你看到 其实包括今年一月 包括这个拨款户数 还是来到了6861户 而且金额也来到了503.4亿元 而且就连到了4月 同样也有这个6879户来申请 而且相关的拨款金额 已经接近了522亿元 所以有专家就说 这新清安就像是一个柴火一样 让房价短期涨 如这个油桶点火 而且你看到这位投资客 他说了什么 他说其实房市在去年本来 其实整体的大环境 没那么好快要死掉了 是靠这个新清安来救火的 甚至还提到一个现象 他观察到 年轻人想要买房 有时候他不会会去 挑战这些行情 而是这投资客相对比较谨慎 所以如果是1000万的房子 投资客可能会买在950 或者是1000左右 但是年轻人 如果你给他喊到1150万 他同样会下定 还抢输了这年轻人 但是您看到现在这个房价因为刚需而飙涨 不过新清安就算这个给大家一些利多 或者是让父母看到 他们都会觉得说 现在是此刻让这个财产传承给小朋友的最佳时机吗 因为您知道 其实不少父母觉得说不带白不带 可以帮小孩自备这个所谓的投期款之外 还可以享有什么 享有244万的免税额 搭配刚刚提到的这新清安政策 所以这样买房起来压力相对就减轻了 这真香的政策难道不去碰吗 有律师就特别提醒父母 你要给小朋友房子没有问题 但是要去厘清是他想要拥有房子 还是父母自己想要买呢 还有如果这个孩子未来 他会有能力来背负这样的一个房贷吗 有感受到父母为他的规划吗 他明白接下来金钱该如何运用吗 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自助 毕竟财政部现在也只是承办的八大行库 要加强房币申请窃结书 避免说有人是拿去做投资或是出租来做 如果违反的话 这新清安可能会收回你的补玻利息之外 也会重新核待 未来这房子有没有增值空间 可能是很久以后才要去考量的 还有这孩子之后会不会把房子变卖了 以及孩子拥有房子之后搬出去住 这是父母所期待的吗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房式推播 再把时间还给家如 新安一推出之后 在很多的预售屋的接待中心 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好多人排队等待 希望能够抢到房 因为现在这租金价格 以统计数据来看的话 的确租不如买 在很多北漂族或是南漂族 以及必须在外线市工作人来讲 租金的价格越来越高了 我们实际透过南台湾的例子 带你来看看 究竟涨了多少 来看到南台湾5月的房租指数 正是数字会说话 年增率已经创下了近11年来的新高 实际透过实价登录来看到的话 以前证区这个例子 在新光路20楼的这一户 它本来的租金是3万8 在短短一年时间又涨了2000块钱 现在每个月要涨多少 涨4万块钱 另外在古山区的这一间房产 它也是每个月租金是1万6 但是它现在要涨到多少 涨到2万 也是在一年之间 房租涨了4000多 那我们换到房东的立场 他会说不对 现在物价涨 电价涨 我的房贷利率也涨 我当然要调找房租 但是对于真的在租房子的人而言 这负担压力越来越大 也因此造就在新清安一推出之后 很多人觉得说租不如买 因为这宽限期来到了5年 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 他也许还有时间去存钱 我们再看他左下角 这个实际的例子 这位青年他就选择在信义区 他本来的房租是2万3 可是他透过新清安来买房 而且是买1000万左右的小套房 不过他的宽限期当中 每个月只要缴多少 缴12000 你看看对比 对他来讲 这负担反而是减了一半 但是不要忘了 因为这个部分 只是缴利息的利息 所以接下来在5年之后 他必须负担比较高的 这个房贷压力 但是这7年没在怕 他说现在是多头市场 就算我这房子买下来之后 每年只有5%的成长 5年后应该也会有 两成的房价增长 让自己能够获益 也就是说 让这个房价增长 帮他付了一些钱 但是有专家就说 还是要留意 因为5年后 你真的能够负担你的房贷吗 以这个例子来讲 可能之后每个月要负担 大概6万块的房贷 你的薪水跟得上吗 还有接下来在5年之后 到时候不止他而已 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 所谓的丢屋潮 那么谁接手呢 专家市井 可能还是要留意着 多杀多债5年后的局面 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辛勤安真的是相对利多 因为这贷款额度 从800万到1000万 而且这个相关的宽限期 也来到了5年嘛 但是如果你要换房的话 还是要留意一个税负 因为他必须要缴百万税 不过还是有方式可以避开的 我们看到这是 IG的白袍大夫他分享 他说他们家的起家错 持有7年 但是他必须要缴在这个房地 合一税20%的税负 不过本来他们代数 把它算出来要缴多少 缴上百万元 100多万 但是他做了两个动作 避开了这高达100多万的税负 第一个先看到 这个自用宅 它是不是涉及满6年 如果满6年的话 可以有400万内免税 超过400万的话 顶多也才10%的税率 换算下来 以他这个案例的话 他这个自住房设计满6年 所以400万的免税额算下去 再加上税率10%计算的话 本来纳税还有29万 可是29万接下来 因为他是前一年先买屋了 又符合所谓的重购退税 也就是第二个动作 他发现这样的房子 没有再出租 没有营业使用的话 使用重购退税 再去换下去的话 29万瞬间归零 全部抵扣 也就是说他小屋换大屋 无痛换房 在IG这个白袍大夫 提供实际的历史 给各位接下来 查算换房的换屋组来参考 以上就是这节推广 好 尽管大家会觉得是说 现在财政部寄出三个措施 就是要防止这个新安的专案 成为炒房工具 但是大家还是来看这个专案 觉得好像很香 因为包含了像利息补贴 还有还款期限比较长 大概有40年的时间 所以很多爸妈想说 是不是要来替孩子超前部署 帮他们累积财富 等于是说 如果你现在买一张柴基店的话 可能十年之后孩子长大 可能他已经超前了 赢在起跑点 甚至他赚的钱 都比一个年薪的上班族 还要多了 所以现在大家想说 来转到这个房子来投资的话 是不是能够有一样 这样子的诱因呢 所以我们现在来统整了 很多的专家的意见 来帮你整理一下 如果现在您正好是一位爸妈 然后要帮孩子 跟自己来创造更多的财富累积 你应该要注意哪些点 还有什么时候进场 跟怎么买 才会是对的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你就要先帮孩子 找到这个投期款 也是帮自己找到投期款的话 用孩子的名义来讲的话 很重要就是每年的赠予税 还有免税额的话 一个爸妈的话 爸爸妈妈一个人是244 所以爸妈加起来的话 你就有488万 也其实看起来 你的投期款已经有了 所以好投期款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这个致富的密码 首先皇家的这个 专家是推荐说 你要来看的是五年的 一个房市的观察期 不要看太短 但是看太长 你有可能没办法 掌握到未来 所以五年是建议的这个方向 等于是说去看一些 政府的一些政策 或是有些交通的方式的话 来看看 然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一下 你是要来自助还是投资 因为方向就会不一样 如果自助的话 专家比较建议你来买的是 预售屋 因为你开始来讲 是比较支配款 不用拿那么多 压力相对会比较低一点点 还有另外一个是 预售屋就像是一个期货 所以你先买下去的话 预期房价之后是上涨的 你的投资报酬率 就会比较高 那如果想到是 马上就可以投资来获利的话 你当然就是要选择 是乘务的部分 因为你乘务马上买了之后 你就可以出租 马上就有人可以帮你获利 等于是让你的房客 来帮你找房贷 但相对来讲的话 你就要挑机能性 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还要注意的是 因为你自助款 可能就要拿得比较高 然后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不管是怎么样 大家都来看一下 最重要的还是要选对地点 不管是自助还是投资地点 是最重要的 你才可以帮孩子 跟自己累积更多的财富 以上这节的推步最新 伴着虫鸣鸟叫 竹林树木竹起天然围墙 影院能建 这栋日式建筑庭院 就是一岸难求 阳明山国家公园内 罕见释出的大型稀有物件 占地高达362坪 开价9500万 这个占地超过300坪的日式建筑 其实就位在草山行馆文化园区的附近 得要通过这个清幽小道才能走到 隐蔽性十足 而附近有相当多的日式建筑跟别墅 基本上行情都将近一役 换个角度近看 大面积庭院 翠绿青草 还有石头造景跟小池塘 这屋况看不出来 有80年屋林吧 但最稀有的是 它盖在公有的阳明山国家公园内 却是私有产权 前屋主因为使用率较低才决定出售 因为我们是昨天才正式开卖的 所以就已经有慢慢有一些 有兴趣的投资人也跟我们联络 那主要的课程还是一样 就是阳明山上面这些高资产收益的买方 或者也许有刚刚说像艺朗啊 或者是说企业他买来做员工休闲使用 抢手程度在我们采访当下 隔壁刚释出的别墅也吸引多组人马看房 毕竟阳明山作为北市顶级别墅一级战区 早就一房难求 包括广大董事长林百里 台新京董事长吴东亮 国剧董事长陈泰明都住着 国家公园内的一些土地开发利用呢 是有比较严格的这一些管制跟约束 也因此阳明山国家公园之内啊 其实这个供给量是相当稀少的 这几年其实也非常少新供给来释出 物以稀为贵 造就一来一去的阳明山别墅 毕竟对金字塔顶端的豪客来说 隐秘性稀有性才是首要考量 端产新闻网站王张和珍台北报导 全台人口最多的县市新北市房价蓄热 蛋白区也纯纯欲动 五泰轻轨还没动工 沿线房价早已上轨道 房市小宅化像这样子二到三房 25到30平 依旧是房市上现在最抢手的物件 尤其被称为是新北市蛋白区的五谷 现在受到这个轨道经济的带动之下 房价开价占上了六字头 加上三重如洲部分人口移居 五谷近十年人口成长率超过一成 人才汇集主力的周极阳重化区 四年间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八 五谷整体房价过去三年涨幅更超越 新北蛋黄一哥板桥 蛋白区潜力直逼蛋黄区 同样受到交通力多的三峡 站稳五字头 应该也突破每瓶四十万 凹陷区恐怕只剩下淡水 这一波的多头是小宅一支独秀 小宅的涨幅更胜于中大瓶数 或者更胜于豪宅产品 蛋白涨完之后再由蛋黄区来补涨 政府持续打炒房 但房市却越打越热 六都小宅涨幅更胜大瓶数 中高难差距更超过百分之十 有专家点出新清安专案好比一根火柴 点燃了房市这个汽油桶 越烧越旺助长房价 清安专案利息低款限期长 还款长达四十年 很多人难免会想为何不用 把购物的总价压低在一千万 如果超出的话 通常不会超出一千万太多 这样才能充分运用新清安的 一个房贷的优势 高点地点如何下手 最终还是取决于心态和口贷 房价这把火已经被点燃 无可足就怕房价高居不下 晚一步就上不了车 有房足则是开心已经上车 长到甜头 东安新闻吕嘉信 肖韩综合报道 绿树成瘾来到台北大安区精华地段 进行监狱站又正对大马路 这栋精品旅馆屋里已经三十九年 它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成交是将近九亿二 换算单品建物是150万 而土地单价也来到了806万 不过这算一算附近行情大约一百三到一百四十万 的确高出不少 研判是所有权完整 土地分区住四之一 改建前景大 因为热钱蛮多的 案子趋化越来越快了 因为以前房市大概落后股市 大概一季到两季 原本上我们大概做半年左右才反映出来 可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看到房市跟股市是一步一趋 股市上去之后房市就跟上去了 布纸中古屋 预售屋更是抢手 市调机构调查 北台湾已有消息预告 光是下半年就有八大推案 都是超过百亿元的大型预售件案 推案爆棚 价格也是跟着暴涨 近五年台北市十二行政区 预售屋房价涨幅大同区涨最多 涨幅近七成 北投信义中正也超过五成 除了信义区 其他在Q1成交量都破上百件 而且只有北投文山 万华 士林四区 单价没有突破百万大关 我们大概就是锁定两种区域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轨道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产月的一个聚落 未来的房市的部分上 还是以六都加价一 就是我们所说的价一新竹的一个部分 他们还是一个最稳健的一个地方 看来股市红通通刺激带动下 房市迎来35年最强资金行情 预计下半年 虽然碰到民俗淡季八月 但仍干扰不了买气 有机会一路畅旺 927党期还大有看头 东森财经新闻 黄福祥留意在台湖岛 好